总所周知,周琪是目前唯一一位在NBA效力的国内球员。 他于2016年夏天NBA选秀中,被休斯顿火箭队在第二轮总第43顺位选中,但当时并未马上登陆NBA,在CBA新疆队继续修炼一年后,2017年夏天成功地加盟了休斯顿火箭,在首个NBA赛季,周琪的表现并不好。 由于火箭队处在争冠行列中,主教练并未给到周琪太多的练兵时间,大部分时间周琪一直在火箭的NVDR附属球队利奥格兰德和古独蛇队中练集,在火箭有限的出场时间中,周琪表现也并不好。 整个赛季出战18场,场均上场6.6分钟,得到1.2分1.2篮板0.8盖帽,虽然得分篮板并不怎么样,但是在防守端,尤其是盖帽上还是展现出不俗的潜力。 周琪的第一个NBA赛季表现的并没有达到大家的心理预期,所以很多国内球尼,开始不遗余力地黑他,各种嘲讽,各种谩骂,最主要针对的就是周琪的身体素质和训练态度,比如说没有做好上场比赛的准备,比如说去了NBA这么长时间,还没有训练出合格的身体等等,但是周琪真的没有努力地训练吗? 事实上,从休赛期一开始,周琪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夏季特训中,这也是火箭队中唯一的一个,另外火箭队也为他配备了三个训练师,全程指导,除此之外,我们很少听到周琪在休赛期休假,或长期游玩的消息,除了比赛,就是训练,接下来给大家一组对比图,看看周琪到底有没有在努力训练,上图。 刚刚加盟火箭时的照片下图,近期周琪训练的照片从图中,我们可以看出,一个在即的时间,周琪的上肢力量,最起码肌肉形状,有了明显的改善,强壮了不少,但是背部,下肢肌肉还是不够,这也体现出身体天赋的烈士。 大家知道保罗是联盟中数一数二的训练狂人,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队友,他都极为严格,要求大家全身心的训练。 比赛,此举也引起了一些快船前队友的不满,比如说格里芬,但是他对周琪的评论却让人眼前一亮,他一整个夏天都练得非常努力,我们都看得到他的努力,也都非常喜欢他努力的态度。 严格如保罗,对待周琪的训练态度也是极为认可,可见周琪确实在努力中,相信随着周琪的努力训练,我们在下个赛季,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周琪。 明年夏天的中国南蓝世界杯,升级成功的周琪,将和丁燕宇航一起,助力易建联,带领中国南蓝重新崛起,期待明年世界杯中国南蓝的表现,最后附送大家几张周琪和易建联的魔鬼金肉人图。